袁世凯的一生 上回我们说到 二次革命之后 袁世凯捧出由进步党来阻隔 熊西陵任内阁总理 财政总长由他兼任 陆军总长段祁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外交总长孙宝奇 交通总长周自奇 内务总长朱启钱 司法总长梁启超 教育总长汪大谢 农商总长张俭 袁世凯捧出进步党上台 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在国会里赢得支持 顺利将临时大总统的 临时这个帽子摘了 顺利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选举总统必须根据 总统选举法 而总统选举法 又是宪法的一部分 所以必须先制定和公布宪法 可是按照这个程序 那还得等到哪天呢 而袁世凯是急迫的要做总统 北洋系的将帅们自然知道 袁世凯的心思 于是 1913年8月5号 全国各省区的军事长官 联名发表通电 主张 先选总统 后制宪法 这道通电 是由黎渊洪领衔的 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这个时候 进步党人就出来发挥作用了 9月5号 进步党人在众议院提出一个方案 那就是 先把总统选举法 从宪法当中给剥离出来 然后呢 选出总统 再制定宪法 这个议案在众议院通过了 接着呢 参议院也通过了 这时候的国会 虽然国民党还是多数 但是 国民党议员 已经是袁世凯的政治俘虏 至于进步党 更是亲袁世凯 而和国民党唱对台戏 可是 袁世凯还是不放心 觉得 得再整出一个拥护自己的党 在国会里帮着自己 于是呢 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 总统府秘书长梁世仪出面 组织了一个公民党 这个党的任务 完全是为了提前选举总统 在这个时候 既然要先选总统 部分似乎懂得 权变之道的国民党议员 就想在选举袁世凯 为正式总统之后 赶紧制定和公布宪法 想靠着意志宪法 把袁世凯带着 走上法治之路 袁世凯 在阴切的盼望 在十月十号 就能当上正式总统 所以 他对国会那头 催得很紧 让他们赶快制定出 总统选举法 十月四号 作为宪法一部分的 大总统选举法出笼 剩下的就是 实际的选举工作了 大总统选举 就定在了十月六号 十月六号 这一天上午八点多 国会开始选举 正式大总统 地点 在众议院的会场 照当时的情况 除了袁世凯以外 全国 没有另外一个人 来参加竞选总统 公民党是权力促成的 进步党也是一步一趋 国民党是无力反对 其他小党是 无足轻重 他袁世凯啊 是百分之百能够当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袁世凯竟然在这种优势的情况之下 还担心自己会落选 整出一些很愚蠢的招数来 这天上午 整个北京城都搞得紧张兮兮的 从宣武门到会场的大街上 增添了很多岗哨 核枪实弹的军队 如临大敌 来往巡逻 包括这会场的围墙上 都站满了军警 而会场四周 被三四千身着便衣的大汉 围得水泄不通 这三四千人打出的旗号是 公民团 这拨人 自称是代表广大公民的意见 来监督选举的 其实 真正的身份 都是袁世凯总统府的拱卫军 他们身上的衣服 都是从前门大十二这一带的 孤艺铺租来的 身上都揣着盒子炮 领头的是拱卫军中路统领李进财 和后路统领刘金彪 他们都是奉命而来 肩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 那就是 要充分的代表全国公民的心愿 来确保袁世凯 顺利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整出这一招 恐怕是选举史上的创举 也是一大纯举 这帮凶神恶煞一般的公民们 把众议院会场包围的犹如铁桶一般 议员只许进不许出 因为为了怕选举人数不足而流产 公民团的这帮凶徒们 在会场门口大声的嚷嚷 今天不选出我们众议的大总统 你们休想出来 原本这场选举对袁世凯很有利 不只是公民党进步党议员 和其他被他用银子拉过去的议员 会投他的赞成票 甚至连一部分国民党议员 也打算选他当总统 可惜的是啊 袁世凯整出公民团这出戏 这就起到了反效果 不少议员都被激怒了 觉得袁世凯是在侮辱他们 袁世凯当选的难度反而加大了 根据总统选举法 当选的总统必须得票 占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三 而投票人数呢 必须超过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 选举投票采取吴继鸣的方式 正式投票开始了 出席的两院议员一共是759人 第一次开票 袁世凯得票是471票 黎渊红是154票 袁世凯虽然得票最多 但是票数不够 所以第一次选举啊 不算数 第一次选举完事的时候 已经中午12点多了 该吃午饭了 于是会议主持人汤化龙宣布 休息吃饭之后再投票 不过当时的会场 没给大家提供工作餐 议员们就想走出会场去吃饭 可谁曾想到啊 根本就走不出去 公民团那帮人根本就不让你出去 公民团唯恐这波议员 一去就不复返了 那投票数还不够法定人数呢 这袁世凯怎么当选呢 会场大门被公民团给把守着 只许进不许出 进步党总部 只好给本党议员送来一些热汤面啊 白米饭面包点心冲鸡 送到门口的时候 还得陪着笑脸跟公民团解释 说这些饭呢 是送给那些 拥护袁世凯的议员们吃的 这样才能送进去 国民党总部一看能送饭呢 也赶紧派人送午饭 可是到门口的时候 公民团一听 是国民党的人送的饭 非但不许送进去 反而破口大骂 饿死活该 可怜这些国民党议员们 一个中午水米未尽 第二次投票 袁世凯得了497票 黎元宏呢 得了161票 仍然不够法定票数 所以只好进行第三次选举 要从袁世凯和黎元宏这两个人之间 选出总统 这个时候就到了傍晚了 场外的公民团都急红了眼 连连叫嚣 不选出我们众议的大总统 你们谁都别想出来 第三次投票 袁世凯得票是507票 超过半数 这才勉强当选 这次选举 是在武力威胁国会 和没有竞选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 可还是经过了三次投票 袁世凯才勉强当选 这和一年前南京临时参议院全场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情况相比啊 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当国会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时候 国会外面聚集的公民团在一些人的导演下高呼大总统万岁 然后给每一个人当场发钱领赏 陆续散去 可怜这些国会议员们从上午八点到会场投票 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可以得以自由 又累又饿是疲惫不堪 在这个不平常的一天里 袁世凯的心情也不轻松 不时向守候在办公桌等消息的秘书长梁世仪打听选举的进展情况 听到要和黎元洪对决的时候 袁世凯竟然大吃一惊 绕世彷徨 面似岩霜 直到最后选举结果出来了 袁世凯才颓然无力的瘫倒在沙发上 第二天选举副总统 国会外面没有了公民团 会场内呢也平静很多 黎元洪在出席的议员719人当中获得610票 比之前一天选总统的时候真的是天壤之别 黎元洪这年恰恰五十整寿 生日是10月18号 1913年10月10号 袁世凯如愿以偿地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 就职典礼既没有放在国会会场 也没有放在总统府 而是放在了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 看来袁世凯真的把自己当成皇帝了 就在这一天 袁世凯还发布了国庆日授勋令 得到勋一位的是清室总管氏序 昔日的老友徐世昌 心服赵炳君 各省都督大都得到勋二位 各省民政长 各省民政长 则得到勋三位 同一天 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就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中华民国成立一年多了 还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直到一九一三年四月 国会正式成立的时候 美国毕鲁巴西三国 方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新生政权 袁世凯当选为正式总统之后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 依次都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 袁世凯如今终于得偿所望 但他心里还是有顾虑 袁世凯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除了因为政见不同之外 还因为他要推行中央集权 荡平地方实力派 搞定了国民党之后 袁世凯看似一统天下了 但是还有一个让人很不放心的 那就是手里有枪 坐镇湖北的黎元洪 二次革命 黎元洪一面倒向了袁世凯 袁世凯知道 黎元洪爱戴高帽子 曾亲笔写 民国注食四个大字 制成了匾送给他 袁世凯和国民党决裂之后 他又亲书 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 制成了宽五寸 长四尺八寸的长匾 派砖石送到武昌挂在都督府门外 黎元洪是个厚道人 如此一来 他对袁世凯由怀疑心理 变成了心悦诚服的心理 表面上看 黎元洪虽然对袁世凯死心塌地的归顺 可是 袁世凯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注食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 袁世凯 时刻都想收拾他 理由很简单 黎元洪不是北洋嫡系 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 他是湖北人 又在湖北带兵 武昌首义 他又是领导人 在湖北已经有相当雄厚的力量 像这样的人 无论如何袁世凯也不会放心的 所以 他千方百计 要把黎元洪从湖北都督的位子上赶下来 而黎元洪呢 他虽然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 可是 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 他却非常精明 他也用千方百计 来应付袁世凯 总之是 死皮赖脸 绝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的时候 袁世凯本来有一个企图 就是 以借军事理由 派段之贵率兵进入湖北 可是 黎元洪这时候 一面倒向了政府军 袁世凯 无法找到什么借口 因此 在国民党兵败之后 袁世凯便不止一次 用九仰 可慕等甜言蜜语 引诱黎元洪北上 跟他见面 黎元洪呢 却怎么也不上钩 总是推三阻四 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 等到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 袁世凯终于忍耐不了 黎元洪的推托 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非解决湖北问题不可了 于是 在1913年的12月8号 说有要事相商 密电照黎元洪入京 同时 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 段祺瑞也是八号这天到达汉口的 黎元洪当然知道段祺瑞是什么人 他可是袁世凯的第一号心腹大将 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假 是绝对不简单的 段祺瑞催促得很急迫 要求黎元洪立即动身 黎元洪知道问题很严重 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 于是就腰脊左右 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延 为代理都督 自己抱着入虎学的心情 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 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 就替黎元洪预备好了到北京去的专车 十二月九号当面催促黎元洪动身 无可奈何的黎元洪只得仓促就道 当他一上了火车 袁世凯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 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 是富有压解黎元洪即日北上 并阻止他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 因为黎元洪在湖北已经有基础 是以副总统的地位兼任湖北都督 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 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元洪还要高 又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人物 用段祺瑞接替黎元洪显得既正重又严重 自国民党失败之后 袁世凯对黎元洪已经不再投鼠忌气了 也不怕把黎元洪逼上梁山 因为这位副总统已经无山可上了 12月10号 黎元洪正在北上途中 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 派段祺瑞全权代理湖北都督 派周自祺代理陆军总长 黎元洪的专车到了北京 袁世凯派人用自己所成的金漆诸轮马车到车站迎接 慈谢湖北都督的黎元洪被安置在了迎台下榻 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这似乎预示着黎元洪也是个被软禁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